大家好,我是Kyoko 又來到今天,會找兩個不同的文法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おはじめ 或是おはじめとすで 或是おはじめとする 字面都是跟著名詞 表示以〇〇為首 以〇〇為代表的意思 即是前項的事項 在同類事物之中 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 譬如我們看看第二句的例子 京都には世界遺産の きょみつ寺をはじめ おくの名称きょうせきがある 在京都 以世界遺産的清水智為代表 有很多名性的故事 即是說 在京都有很多古蹟 最能夠代表京都就是清水智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是はじめ 就一定是開始的意思 在這個おはじめ 就是代表的意思 大家不要記錯了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第二句 就是 ん じゃ ない 或者是 ん じゃ ない 分別是一個聲調和一個降調 我們首先要讀聲調 就是 ん じゃ ない 前面會跟動詞的普通形 い 的用詞 な 的用詞 な 的用詞 或者是名詞 你可以加な的 再加這個ん じゃ ない 就是 不是ももも ま 會表示徵求對方的同意 或者有一個反問 驚訝的語氣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ん じゃ 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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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不是去了京都的嗎 可能你明明以為他是去京都 但你突然在這個辦公室看到他 所以你就問這個 ん じゃ ない 他不是去了京都嗎 為甚麼會在這裡 這個驚訝的語氣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文型是一個口語的表達方式 那如果是讀這個降調的話 就是前面的動詞的詞書形 再加這個ん じゃ ない 就是這樣的 表示不要甚麼甚麼 或者是不准甚麼甚麼 有這個禁止對方某種行為的意思 這個多數是男生用的 如果是女生的話 要用這個禮貌體的 就是ん じゃ ない ません 我們看看這句的例子 かてにひとのにきをよむん じゃ ない 不要禪止去讀別人的日記 那就是要禁止他做這件事 因為你不想讓別人看到你自己的日記 那我們今天的文化就講到這裡 明天我們會講一下這個敬語 敬語是比較複雜和難記的 我覺得相對上 那我們明天開始就一起努力了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可以去我的IG 想看日本的資訊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玩文化的話 就記得追蹤我的Youtube 那我們每天一起溫習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